内地还将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 扩大对香港传统服务业和新兴服务业的开放 到十二五末通过SEFA 基本实现内地和香港服务贸易的自由化 香港的服务业是有着国际竞争力的 那么内地有巨大的需求 香港有独特的优势 以香港的独特的优势 这里面有管理经验 有服务业的先进技术 也有多方面的专业人才和内地的巨大的市场 尤其是我们推动十二五当中 这要作为经济机构战略调整的一个重要支点 而他今次来港期间即时公布的措施 受惠的就包括医疗服务 在内地设立独资医院会扩展至所有植核市和省会城市开业 即是有兴趣的话 以后在北京甚至远到黑龙江的哈尔滨都可以设立独资的港资医院 旅游方面建立两地市场监管协调机制 会重点支持香港在内地设立旅行社 验证检测方面 有需要的香港本地加工产品 通过香港的检测机构 可以拿到国家的认证 准备考大学的同学也都可以留意 明年开始香港的学生要考内地的大学 不一定要考内地的联招市了 因为内地部分高校 可以依据香港新高中文同市的成绩 决定是否录取香港学生